Hi,大家好,我是Patrick 上一期跟大家聊了一下优才是什么 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 它的打分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 以及它的整体的申请流程是怎么样的 以及为什么我认为它是香港最好的签证 上期主要聊这些 最近经常有朋友会问我 如果你拿到了优才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普遍大家比较想了解的就是 如果我拿到了优才计划之后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才能持续的保住我优才的签证 以及我将要付出什么 首先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点 如果你不是通过成就积分制来香港 你是通过综合积分制拿到优才计划的话 你是要面临续签的 续签的时间基本上是两年 就是你拿到签证之后两年要续签 然后之后再三年还要续签 就是233的一个签证 那也就是说你最终 你中间最少要续签两次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 现在优才申请的口子打开了 这两年是不限额的 也就是说可以拿到优才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 这也极是意味着优才续签的审核会越来越严 它慢慢会变成一个相对宽进 但是延出的一个计划 那我也听到过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 说拿到优才的人最终七年之后 可以获得永居的人的比例是10% 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夸张 但它侧面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虽然你因为很优秀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达到优才计划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在七年之后顺利的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 中间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这个很长的过程往往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或者是你要付出 我不都说很大代价 最起码你要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可以就详细的去聊一聊这件事情 首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的住址证明 住址证明 其实你的电话费 你的水电账单 都可以成为你的住址证明 如果你去银行的话 你去拿你的水电单就可以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朋友或者是你有亲戚在香港 你是可以 比如说你办的香港的电话卡 你是可以把你的电话卡的账单写成他们的名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如果帮你保留的这个账单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账单去申请信用卡 申请银行卡之类的 但是在优才续签的时候 它往往要求会比这个高一点 那如果这个房子不是你自己租的房子的话 它往往有可能会让你证明 你这个房子 为什么比如说在你亲戚家 在你朋友家生活的 有可能他会关注到这一点 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去续签的话 很有可能你需要持续的在香港租房之类的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一个成本 第二个是香港入境处对于优才计划的要求是 希望你以香港作为生活和发展的重心 那你怎么样证明你以香港作为生活和发展重心呢 在入境处的这个续签的要求上 其实是写的很清楚的 你要不就提供你的工作证明 你要不就提供你在香港开公司和创业的证明 如果是工作的证明呢 你就必须要有工作的合同 不是你只给一个合同就够了 以我之前续签的经验来讲呢 你必须还要证明 公司要出一个证明 你在申请的这个时候 你是还在公司在职的状态 那如果你是没有一个工作 一个持续性的工作的话 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当然现在会有各种各样的中介 会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之类的 首先我们不鼓励这种行为 我觉得凡是不真实的情况 都是有很大的风险 而且我觉得去申请签证也好 去特别是提交一些对公的资料也好 我觉得诚实是一个比较基础和基本的品质吧 当然了即使那些中介说 他可以花多少多少钱 多少钱帮你搞定 首先且不说这个风险 花费也是不菲的 我看他们要价20万30万都有 这个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那如果你是开公司的话呢 你不是说我在香港申请一个公司 就可以了 你在香港申请公司 开了公司之后 首先你要有场地 这个就是租金的问题 第二你要有实际的运营 实际运营你要雇人 对不对 哪怕是你一个人的公司 你的公司要有流水 你的公司要有盈利 你要向港府证明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符合正常运营 以及他们认为是一个健康运营的公司 他才会认为你这个证明文件是有效的 那这个我觉得都不管是你来香港要工作也好 还是你在香港开公司也好 并且让他运营下去 这都是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机会成本可能就是你可能要 比如说从比如像我一样 我就是从深圳辞掉了工作 然后又来香港 然后在香港这边工作 你就怎么说你首先失去了在那边发展的一个机会吧 你又来到香港 第二你要面临很多这边的一些语言呢 文化一些工作经验认同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其实如果你是创业的话就更不容易了 因为大家如果有创业的人也知道 其实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展一个新的业务是很难的 所以说这个都是我觉得大家要面对的一个机会的成本 因为大家主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去签的问题 如果你在香港租房子的话 房租其实也是很贵的 香港的房租随随便便一个八平的房子都有一万块 然后一个比如说你全家要过来生活的话 这个成本可能要比你在内地的话要大很多 比如说两房一厅四十平的房子五十平的房子 且不说香港的面积比内地要小很多 那可能哪怕在深圳这种比较贵的地方 你租一个两房也就六千块七千块差不多 你在香港可能要一万五到两万 这个成本可能是很高的 那其实你的收入的话 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比之前高了那么多 特别是你在内地有很多经验 你再重新来香港找工作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你的认可度有可能没有那么强的 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在社交媒体上 给我发私信问我 他说如果我是在投行之前在大陆的投行工作 我是什么什么样岗位的那我老到了香港之后 我可不可以对标这个岗位找一个适合的工作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不一定就可以确认你可以这样的 那很多时候你可能会面临着职业生涯的重新开始啊 甚至因为香港是说粤语普通话和英文这三种语言的吧 那基本上这三种语言你一定要会两种以及以上 你才有比较好的这个职业机会 当然了英语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你去一些外资的话 如果你英语很好 但是要足够好就可以沟通 那如果你是去一些内资的话 虽然大家沟通都是普通话 但是你的公司的系统包括一些邮件 一些材料都是英文的 你的英文一定要过关才行 那如果你是去一个港资企业的话 那你的同事他们可能都是在说粤语为主的 如果你是北方人像我一样是北方人 你可能你的语言沟通的成本就会相对比较高 你有很长的一段适应的过程 这个也都是我认为在你拿到优才之后 你需要去了解 甚至是你在准备申请优才的时候 你就要了解了一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准备好 然后他就申请优才 然后等到他要续签的时候 他觉得很困难 然后这样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 也会比较可惜 还有一些朋友会问我 他说如果我在第一次申请优才的时候 假设我的资料没有完全达到 港府的入境处的要求 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直接就把我的优才给锯掉了 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一般来讲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不是说完全的不配合 他让你提供的资料 你都没有尽量的提供 或者是你就说没有 或者怎么样的话 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他会给你一年 最少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他会先给你换一个一年的签证 而不是三年的签证 这一个一年的签证 其实我认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警示作用也好 或者是一个warning也好 他希望你在拿到这个一年的签证之后 你了解你是要以香港的作为生活的重心 你才可以持续的去续签 去继续的生活 当然有一些 我之前看有一些中介 他们会说 如果你在香港租了房子 然后你把自己的家人 把自己的 比如说另一半 还有你的小孩都挪到香港来生活 然后比如说你的配偶在香港工作 然后你的孩子在香港读书 然后你自己比如说你还在内地的话 这样是不是可以呢 好像有一些中介说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想一下你把家都搬到香港来 然后你把你自己的配偶和孩子都挪到香港来工作 来生活 但这样的话 其实也基本上相当于你已经把你的重心挪到香港来了 这样应该是好像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话 你的机会成本 以及你整体的花销 以及付出的成本 我觉得都还是挺高的 所以说我觉得 拿到香港的优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他后续的续签还是需要你付出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去证明你是愿意并且持续的在香港生活和发展的 所以说这点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关于续签的一些细节和要求呢 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视频讲过这个事情 也讲的相对是比较细节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在后续的视频里面 我可能会讲一下一些比较主观的一些闲聊一些漫谈了 比如说你来了香港之后 你会得到什么 那也会聊一下可能你来了香港之后 你可能会失去什么 或者是你要付出什么 这个可能在以后的视频里面我们再聊吧 那今天关于优才计划你获得之后 你就要付出的一些成本或者代价到底是什么 就先聊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